历未记第十二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如果有妇人怀孕 生了男孩 他就不洁净七天 好像患病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 第八天男婴要受割礼 妇人洁净铲血的时期 要住在家三十三天 得洁净的日子未满之前 他不可触摸任何圣物 也不可进入圣洁的地方 如果他生了女孩 就不洁净十四天 像月经污秽的日子一样 妇人洁净铲血的时期 要住在家里六十六天 洁净的日子满了 不论是为男孩或是为女孩 他都要用一只一碎的绵羊膏做繁祭 一只除歌或一只斑鸠做赎罪祭 带到会幕门口那里交给祭司 祭司把贡物献在耶和华面前 为他赎罪 他的血就洁净了 以上是生育男女的律例 他的经济能力 若是不够献一只羊膏 他可以拿两只斑鸠 或是两只除歌 一只做繁祭 一只做赎罪祭 祭司要为他赎罪 他就洁净了 伊犁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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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犁冬拿着县诺谷刀